我先让你们知道一下 成绩其实是这样算的 超简单的 没有很难 OK 那你不要这样 图法练钢法 加点数字里面算半天 用函数其实很快的 那光这一块的功能 我光交函数 我可以交三天 真的 至少 对 所以有任何问题 就之后再问我好不好 因为我们可能时间上 没办法全部交这么多 所以这是计算 这是计算 好 第二个 来 那如果我会计算之后 大家知道一下计算如何入门 好 我们再看第二个 好 假设呢 我们研究生都会需要一种情况 就是收资料 我会去收很多的问卷资料回来 Denta回来 好 我如何快速的进行统计 而不是使用 SPSS 我们在理事有中 其实是可以进行统计的 这样就老师意思吧 所以老师想教一下你们这一块 那这一块的话呢 不太需要用到计算 所以它只要会 有滑鼠没有坏 就可以做完了 这样子 只要有左键没有坏 就可以做 好 来 你看这个档哦 这假资料 这个资料就是那个员工的资料 员工资料 好 首先 如果我想要做问卷资料的整理 我要做叙述性的统计 例如说描述的 部门 例如说隶属单位有三加分公司 四加分公司 这四加分公司里面 好 部门总共有多少人 或者是这几家公司里面的薪资总 总共是多少 知道吗 我想要做这样的统计的时候 我可以怎么做 来 这样的一个概念的话 其实在隐私有中最好最好用的东西就是插入中的枢纽分析表 请透过枢纽分析表可以快速的进行 好 那怎么做 你看哦 这个工作表意是原始资料 好 老师改一下 这个是原始资料 老师在这个原始资料的位置 我要去统计 老师叫我统计一个东西 在这三四加分公司里面 不同的部门中 薪资总是多少 有解吗 我希望做这个动作 好 不做自己计算 这样的计算 你用SUS做不到的 因为他分类 他要先把分公司分出来 再把部门分出来后 在各个区块类别的加总 知道吗 不太一样 好 所以这时候呢 来 我们从上头的插入 枢纽分析 那你看老师的游标 老师游标是随便点一个 记得要点 要点一个就好 来 枢纽分析表 进到枢纽分析表里头之后 来看上面这里 他会自动的帮你把整个范围都选起来 所以你会发现原始资料 A1到R40 OK 全力 好 确定之后 他会给一个新的画面 这一个画面就是枢纽分析表 在枢纽分析表的位置 好 看左下角 原始资料还在 他是另外开一个工作表出来 好 那接下来的动作是 我想要算 我想要做一张报表 给老师的报表是这样 老师说我们要做资料分析 嘛 那分析什么 这边放分公司 有四家分公司 各自不同的部门 交叉分析表 好 各自不同的部门 金额是多少 有问题 这是我想要做出来的表 好 那如果我们用 Essal怎么跑 来看右下角 在Essal中的枢纽分析表的栏位 好 下面哦 这里各区域 可以看到你拖椅栏位的位置 你只要把公司就放在这个位置 左侧这地方叫列 上方这叫蓝 中间的delta叫值 有问题 你把上面的蓝位拖下来就好 所以你看哦 来第一个 老师把列数当外拖到列 你看 位置 很快 再一次哦 部门别拖过来 行着总的拖下来 做完了 真的很好用 我以前列业优所的时候 我的data 我是跑问卷嘛 我也是做那个炼化的 然后我跑了问卷之后 我第一件事 我绝对不到SPSS 因为我的墙下在Essal 所以我都在Essal 把所有该处理的东西都处理完了 像什么男女多少人 然后薪资多少 假设 然后或者是 填回来的问卷的值 我都在Essal处理 处理完之后 排一排写论文 我就从Essal 然后插入到论文里面 就是问了答 他插入进去之后 有些东西是不得不一定要跑 那个就是SPSS的 我才把data丢到SPSS 所以我是两个问答 那很方便 就是你只要那个技巧会 等下老师这个做完之后 我教你怎么快速放到Word 而且放到Word的一个好处是 在论文里面 只要论文改 这边就跟着改 或Essal改 用文就跟着改 所以我三天资料全部跑完 对 就是我的后面几张最快 我三天全部学完 很快哦 真的 所以要会善用工具 就是Essal还是要会 很多东西你就SPSS复杂多了 可是你在Essal 其实很快就做完了 这样OK吗 这个就是数据飞机 会不会 好 那你数据飞机做完之后啊 来 你看哦 这张表老师叫它动态表格 怎么个动法 来看右下角 你可以任意的排 如果你觉得这样排法 你不喜欢 你就把部门拉下来 变这样 看到了吗 资料解读由你自己决定 就是怎么说 你的报表怎么写 我们以分公司的角度来看 四家不同分公司中 他们各自部门所占的 金额是多少 会不会讲话 知道吧 就是你在写资料的时候 写paper你要会写嘛 好 如果你是用部门别来看 这件事情 资料分析的时候 部门在上 你就可以讲 在我们分析这家公司里头 这家公司例如说它是开发部门 开发的RT很重 来资讯部门很重 那资讯部门总共占的百分比是多少 然后在各个家分公司里面 各自的总共的金额又是多少 懂我的意思 你要怎么去解读资料由你来决定 所以这张表它有阶层的概念 它可以让你阶层资料这样摆 所以OK吗 所以这边可以这样随便拉 只要拉过去就是一张表 这样目前应该懂吗 OK好 那当我把它拉下来之后 其实很简单 再第二个 老师现在拉进来的这一笔 叫薪资总额 对不对 薪资总额 好 我变化一下下 我们可以做成薪资总额 如果我想要知道的是 现在是加总 我还想知道平均怎么办 平均 来 通通不要先计算 在数脑分析表中 同一个栏位可以显示多次 你只要把它拉下来就好 可是拉下来后 来 拉下来之后 有没有发现 这边多了一个sigma值 有没有发现 这指是什么 就是这两个的栏名 也就是这个 栏名 它的栏名 好 所以这时候 同时记得 你要把sigma值往下方扳 要不然塞不下 OK吗 整张表塞不下 好 同一个栏位拉下来后 两个都是薪资总额 两个运算的方法 都是加总 没有发现 所以是重复值的 对不对 好 来 在这里 右下角的这些data的位置 它是可以改变它的运算方法 所以在我们做分析的时候 例如说第一个是加总 来 第二个我要改平均 我只要点下拉箭头 找值栏位设定 改什么 平均值 上方名称可以改 例如说平均薪资 平均薪资 名单不要跟基尔两位一样就好了 忘记答字了 新资 忘记新什么的 来 平均薪资 确定 好 再进来了 平均薪资 懂不懂 再来这里呢 这个是例如说薪资总额 可是你旁边已经有个薪资总额了 这个是每一笔每一笔的 然后这个是小气候的 所以不能叫薪资总额 你叫薪资总额 它会跟你说 重复名称 要不一样 所以这边的话我可以把它改成 例如说薪资额就好 看什么 同一个资料拉下来 我可以进行加总 我可以进行平均 还可以知道什么 人数 同一个栏位 再一次 再拉下来 再一次加总 对不对 换掉 名箭头 所以栏位设定 改成什么 项目个数 这就是人次 人次 所以你可以算男生多少人 女生多少人 知道吗 然后呢 看你怎么分析你的资料 好那这边的话就是人数 确定 你看这要报表 超简单又好用 知道老师意思吧 好所以这是一个处理的方式 你只要把它拖进来 就可以马上来打 这样OK吗 来试试看